馬政府大力宣傳政績 不過民眾到底有沒有感覺呢 根據台灣智庫10月份的最新民調 總統馬英九以及行政院長 陳沖的施政滿意度再創新低 有高達96.8%的民眾 對政府拼經濟沒有感覺 總統馬英九要求內閣 在一個月內拼出有感經濟 但是民眾似乎不太靈情 根據台灣智庫10月份最新民調顯示 總統馬英九的施政滿意度 從3月份的38.5%降到19.3% 不滿意度則是從49.7% 一路上升到69.8% 行政院長陳沖的滿意度 同樣也不理想 從33%掉到20%再創新低 不管是美容瘦肉精的事件 油電雙掌 然後鎮索稅 然後再加上現在這個 二代健保的附加保費 其實是已經信心破產 人民已經不太寄希望於 馬政府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台灣智庫的調查結果也發現 有高達96.8%的民眾 對政府拼經濟沒有感覺 說這個工作本來就是一個 升聚挑戰的工作 有沒有這個民調都是一個 升聚挑戰的工作 它的功能充分的發揮 希望把這個雙向溝通的橋梁建立起來 從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廣告爭議 到勞保公保政策調整 行政院最近飽受輿論批評 民調一蹶不振 綠營人士更要求撤換隔魁 而台灣智庫民調結果也顯示 目前呼聲最高的 就是新北市長朱立倫 台灣智庫有說 那你去認識 下熱隔魁的等選 謝謝 隔魁會不會換人 目前還是未知數 但馬政府再不拿出具體政策 留住民心 只怕批評聲浪 短時間無法平息 郵件TV藍用森正希台北報導